好 好 去过来了 好 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朋友在群里说 说三万人等着老头上厕所 我没上那么久 他们在外面过外景的时候 我安排吃饭的地方 因为吃饭的时候 我还要跟中菜聊聊天 是吧 在跟大家沟通一下 那滑雪了一个下午以后 身心还是比较愉悦的 因为从刚开始的活动不开 到最后能够整体活动开 再到在雪上的时候 滑雪的时候 感觉到非常的自然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忘记 就是滑雪其实有的时候 还是要花力气的 就是非常的愉快 那么一般来说 我如果滑了一天的雪以后 晚上就会睡觉睡得特别的舒服 而且这种户外活动 给人增加的身心愉悦 是能把你体内的很多的垃圾排出出去 不光是在生理上的垃圾 还有心理上的垃圾 对自己自信的感觉 那我滑雪呢 自己呢 是完全是自己练的 到今天为止呢 也几乎没有请过教练 所以动作上呢 其实很不标准 但是呢 因为这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事情 有的朋友跟我说 所以滑雪动作不好看 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 那其实没什么好笑话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就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事情 那同时呢 我们都知道 人呢 一般来说主要只关注自己 我们有的时候会放大的想象 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其实呢 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呢 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不利的 比如说我们孩子从小的时候 如果放大了一种对自己的 别人关注自己的敏感性 很多事情就不敢去做 我们成年人也是 有的时候之所以有点胆怯 或者说是自卑 就是因为我们总想着 我们在别人眼中 到底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这个世界上 99.9%的人 都是只关注自己是怎么回事 别人的不足 或者说别人的这种 就是评价 就算有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所以要 我们一方面要叫做忘掉自我 一方面要关注自我 忘掉自我呢 就是我们不要太在意 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不要太在意自己做的事情的 是是非非 尽可能让心地产量 心地简单 关注自我呢 就是要关注自我的一路的这种成长 一路的就是尽可能让自己活得愉悦 活得愉快 活得干净 活得漂亮 活得漂亮 活得干净 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了钱才行 而是说每时每刻每天都能够让自己过得有点成就感 生性愉悦一点 包括滑雪什么都行 好多人在问为什么变成小鱼了 就是因为大家看了我的滑雪 觉得我还是很年轻的动作 所以就变成小鱼了 来 种菜 来来来来 来 坐在这儿 你先坐在这儿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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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好 朋友们好 嗯 我是不是要拿一个麦 嗯 对 你有麦吗 啊 马上拿一个 啊 你还没麦是吧 好 那给你弄个麦 嗯 对 刚刚滑的特别爽 我又滑了一次 刚刚滑了一次 越来越好了是吧 后来他们播你滑的鸡头没有 我不知道 对 下午你要不再滑着播一个 下午你要卖东西了 我们上午已经卖出去了不少东西了 上午 对 有需要的朋友们自己去拍啊 对 我们今天没有怎么讲 那边一会热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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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边去吗 对 对 啊 就是比较背光是吧 但是背光他能看到外面的风景啊 没事 稍微推进一点镜头就行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不用 不用懂 不用懂 那个对着这个墙壁反而不好看 好 对 那我们坐在阳光灿蓝之下 特别漂亮 特别美的这个景色 其实透过镜头 大家看到的只有一小部分 如果你轻身来到这里 拿下去了 不要带了 对对 特别必要了 如果你轻身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去看的话 会有更加令人壮观的这个景色 对 实力的景色 刚才已经播了很多壮观景色了 对 对 我们现在是在半山腰的这个 阿尔卑斯小屋的这个餐厅 然后一会儿 刚袁老师说 这里有个特色菜是什么 对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有猪肘子吗 现在请我们把我们美好的猪肘子 已经好了 哇的天哪 来来来 朋友们 酱猪肘准备好了吗 对 哇这个肘子真的很大 没事我来吃 你看你都来不及 亲自要跑去 哈哈哈哈 亲自要跑去拿猪肘子了 你真是 我的天哪 朋友们 放在中间 来来来 对 很美好的饭菜啊 哇 非常美好的饭菜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 好美丽的猪肘子 对对对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 咱们来 来来来 请 来吃点猪肘子 吃饭不会被禁锅吧 不会 不会啊 他们特别想看吃播 对不对 对对 想看吃播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和又老师一起吃播给大家 吃吃吃吃 对 对 来 你先来一碟 太好吃了 太香了 尝一尝啊 你们屋的人赶快也吃吧 否则的话你们要流口水的 哦 他的这个皮 朋友们表面是酥酥的这个酥皮 它是烤制过的 你在瑞士肯定吃过 然后完了之后 你看里面的这个猪肘 为什么要吃这种烤制的猪肘 它有很多层 第一层是它的那个 有点胶原的那个皮的那一层 然后完了之后下面有一些些脂肪 但更重要的是下面有非常多汁的 这个瘦肉 所以说有三层肉 叠在一起一口咬下去 有种在吃三明治的那种感觉 我帮大家尝一口啊 嗯 我已经狼腾虎咽了 你在洛桑商学院是吧 上了几年 4年 就要上了4年 整个4年 然后在法国待了1年 那专业的能力相当强了 上的是旅游专业 对 就有酒店管理 嗯对 好 我们准备走文旅了 你看世界恰到好处 哈哈哈 正好就是带着大家玩 因为本身我除了自己学这个专业 就也挺爱旅游的 嗯 然后挺爱去探索新鲜食 可以跟我打配合了 啊 哎呀天哪 荣幸之志 荣幸之志 余老师 雨慧也说了跟我打配合 嗯 他会来抢你的饭碗的 我估计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咱们就是比较能吃 比较能吃 给大家感受一下 嗯 再尝一尝 看一下朋友们 嗯 这个是瘦肉部分了 嗯 其实那个酥皮 我觉得是灵魂 嗯 啊 就咬下去脆脆的香香的 特别好吃 对 大家惨死了啊 呵呵 对 大家现在拍到的酒店 就是都可以过来在这边 就是滑雪完之后 再半山腰来享受这样的一顿 佳肴 对 不好意思啊 有某些原因 如果不吃猪肉的朋友 大家不要太在意我们啊 对 就是我们我们我们实在是 哇 嗯 来来来 对 哎 嗯 那个 我给你们拿两块尝尝吧 先 小伙子 你们你们你们播的朋友 我们分一下 把它可以 嗯 吃一个 来 感受一下 真的好吃的很 来来来 小伙子 吃一个 对 特别好吃 可以炸的 嗯 好 嗯 对 对 对 把它切下来 对 这个也是一把刀 对 这个要连瘦肉切 对 还有谁要吃的 你们要吃吗 后面 来来来 呵呵 不吃啊 吃过了吗 没有吧 赶快赶快 对 嗯 好吃 特别香 朋友们 哎呀 这个肘子没法上链接 这个肘子是必须在当场烤的食材好吃的 对 凉了就不好吃了 然后过来吃 一定要华文雪之后吃更香 这个肘子是要腌好几个月才能这个烤的 嗯 所以它没法上链接 是有限产品 对 嗯 来现场体验感受更不一样 而且感受这样这样的雪景 对不对 华文雪之后体力消耗特别大 太诱人了 大家都惨死了啊 对吧 嗯 特别香 所以是像在雪场的东西热量都很高 嗯 对 温度低 然后呢在一个比较新的 对 嗯 我发现滑雪真的是消耗体力的 尤其是腿部腰部力量要求比较大 嗯嗯嗯 尤其是对你这样的 你现在练滑雪呢消耗体力是非常大的 嗯 汇了以后呢 哦谢谢 汇了以后呢 这个体力消耗就比较 比较小了 巧劲哈 巧劲了就 对对对 对现在 哇谢谢喜总 你们自己吃没事 这个 嗯 好幸福 被投食的感觉 特别美味 一定要吃这个酥皮 朋友们 他已经吃腻了 哇 真臭的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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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 对好吃 哎呀 不好意思 你多吃凉啊 嗯 嗯 好走着没法上链接啊 拍酒店朋友们啊 一定要过来住 然后要澄清式的体验 对对对对 大家也讲到了 就是我觉得我们泰股小镇 给大家传递的 不仅仅是说你来滑雪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看到你特别喜欢吃脆皮 谢谢刘老师 哈哈 嗯 嗯 要这个小瘦肉搭配着这个脆皮 叠在一起吃是最香的 对对对 嗯 嗯 嗯 吃黄瓜 对 谢谢谢谢 嗯 我不要 我不吃双黄瓜 嗯 嗯 那个 讲讲你在路上四年的感受啊 嗯 学习感受生活感受 对对 成长感受 哇哦 嗯 嗯 我觉得还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 嗯 就首先 几岁去的 18岁就算 18岁对 然后 去的那个时候其实是完全不会法语 然后 英文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 嗯 呃学是用英文上的课 但我中间休学了一年去法国把法语也学了 你 嗯 然后我们第一学习因为要在厨房里面跟主厨一起去实践嘛 就做各种法式甜品 嗯 所有的主厨都是法国人 嗯 然后他一不会说他就开始讲法语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困惑 听不懂 所以就毅然决然的休学了一年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语言取回 嗯 不然太可惜了 如果我离开的时候 还不会说那个国家的语言 嗯 所以说 他里面799的999的主厨都包括100元带金券 可以用到这个餐厅的up吗 可以用到 啊 就说有一个 100元的带金券 啊 有一个带金券是可以买猪斗子的来是吧 所以可以顶记100块钱 啊 对 对 所以您也可以来半山腰的这个餐厅 如果你一家里来的话 不用买一个 嗯 他能有份买的 买一份就行 有小份的 有半个的 对 啊 所以结合您的这个需求来看 嗯 对 拍酒店就好了 朋友们 里面的套餐包含的内容 餐餐下午会跟您讲的很详细 但您可以先拍 因为就是 咱不知道播到什么时候 具体啊 到时候下了 反正今天之后应该就没有了 所以说 请我 请我个人号的朋友 加东方政权看世界的关注 点左上角的共创团队点进去 加关注 这样以后 东方政权看世界 中餐我 或者是与辉他们 我们全世界全中国的直播 大家就都能看到 对 谢谢大家 对 一定要点关注朋友们 因为我们是不定期的开播啊 就可能明天我们就啊 大家也知道春节我们去了 马来西亚马 对吧 让大家突然就开播了 跟着我们虚拟的体会 美好生活 我们云里游 到一个地方我们跟大家介绍以后 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要可以到现场去体会 对 是的 所以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 嗯 然后一个我觉得就是就接着聊刚刚那个话题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语言上的感受特别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掌握那个语言 或者是没有很熟练的掌握那个语言 你是很难融入当地的 你很难交到当地的很多的朋友 所以说我觉得这点让我体会很深 就交了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因为本身我们学校就有100 接近120个国籍的学生 很国际化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然后当然就是在生活啊 在饮食啊 然后在各方面 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体会 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有很多的实践和理论结合的这个经历 在学校里面 就比如说我们会去餐厅里面端盘子啊 就小孙老调侃我嘛 说我在那个迪拜给别人递毛巾 嗯 这也是真实的 就是我18岁的时候就在迪拜 就暴晒也在外面 然后给别人那个递毛巾 但我觉得也是一段很好的 不 这种生活经历很好 特别好 就一定要从基础 是让你成长的必经之路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就是现在比如说 大家跟着餐餐去看酒店 或者是去看餐厅 就会发现我看的角度 可能和一般的去旅行的人 看的角度不一样 因为我是有真的就是在他们每一个 比如说吧台的后面 厨房后厨都去带过 所以我就知道他们做东西的每个细节 真的很不容易 也就是要把服务业做好 是一件特别有挑战的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全靠人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是看不出来的 你给我个租卷 我都能住进去 这真的 所以说我宾馆几乎就没有任何挑战 只要有个热水洗个澡就行 出事是第一位我觉得 这个是正确的 对就是 我在外甥 去年 也是去瑞士 在哪个学校 也是在我们学校吗 在德语区 德语区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个分校在德语区 好像就是你们德语区的分校 那天哪 世界太小了 知道学警店一年级要学生 然后学的我觉得是因为还有一个餐厅 然后自己 对我们有一个米其林一星的一个餐厅 对对对 就是那个餐厅都是学生自己在那边服务 我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你学的也算是一种技能 但是是一种职业 某种意义上跟那种综合性的什么大学还是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是吧 我认为恰恰是未来年轻孩子发展的未来 因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 很多需要动脑子的工作反而没了 就是说我说的是什么坐在办公室写写的那种白领工作 你看现在ChatGPT出来以后就很多文案 他写的比你还要好 对 还可以写歌 对对 这 那未来就是对于一个人来说 就是他的工作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一种技能 比如说考猪肘子 人工智能他肯定不会考 所以这个考猪肘子的师傅 他这个工作反而丢不了 对 是吧 一会儿 比如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考猪肘子这么建议 更进上大学本科4年 就是其实没什么高低之分 审知更加稳定 就是说我们的父母 未来为孩子安排前途的时候 再也不要说北大清华 什么什么哈佛耶路这样的 非要去这些学校了 而说要让孩子学上一个技能 他自己有喜欢 而且他还不会被人工智能给剥夺掉 就任何机器 任何人工智能 他都不能剥夺 那么这样的话 他这个人的一辈子 就有了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 但是又没有太多的风险 同时又能够快乐的生活 也不用天天去学术学物理化学 学的半死不活 当然有一部分人 他是要去搞科学 要去学 你觉得对吗 对 有道 那你上了上学以后 有没有后悔说 我没上过北大清华 没有上过牛津经济 没有上过哈佛耶路 现在你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没有 因为我当时高中的时候 升起学校的时候 其实我就只升了这一个学校 对 你是高中因为成绩不好 所以才升了 高中上学院吗 没有 就是高中 因为我之前是在国际学校 高中 然后就那个时候其实就觉得 本来我是想去英国 然后我学的是A-level 然后本来也是学的 我当时其实A-level 学的是数理化和经济学 然后本身是想去学经济学 或者是学商科相关的专业 但是我就是被这个学校的 非常独特的课程吸引了 因为它就是有这种实操的 我就特别想去基层 去感受去刷盘子 然后去端盘子 然后去感受每一个西式末节 完了之后 除了第一年的基层 第二年的话 我们就会去到比如说 很多集团的总部里面 也去感受集团总部的一个工作模式 它就有到这样的一个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并且大学三年时间一直是在学商科的课程 其实基本上大家学的这个宏观 微观经济学 然后包括financial accounting 就财务会计等等这些 我们也都有学 所以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商学院 但结合了一些实操的这个方向 然后是往旅游和酒店这个方向 所以说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这也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 当时其实我只生这一个学校的时候 家里人还觉得风险挺大的 因为你如果没被录取 就没有学校读了 一般其实生国外的学校都会 省好多所 然后你可以有个保底 但我就觉得我就只想上这个学校 最后就只剩了这个学校 非常棒 最后就很幸运 很幸运被录取了 对 那你 没到 咱们东方正学院没火之前 你没到东方正学院来之前 你原来打算的自己方向是往哪儿走了 就是做老师 我之前在重庆新东方 对对对 因为我就特别热爱语言 对就做老师 你现在好几种语言都会了 对就很喜欢语言 然后我之所以会加入到重庆新东方 也是因为我首先非常认可新东方的理念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真的很爱语言 我觉得有一个这么好的优秀的语言 被留下来的这些都是留下来还能出彩的 像宇辉啊你啊这些人都是非常了不起 没有 要是咱们还有很多 让我让我很开心的就是新东方这些年轻一旦 真的是让我想起了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 二三十岁左右的时候 你今年多大 二十六 二十两岁 对 我是二十八从北达出来干新东方了 神采飞扬 青春洋溢 看着蓝天都比天更来的那种感觉 充满希望 尤其是当有一个平台的时候 对 我首先在北大这个平台 后来不满足于北大的平台 出来自己做了个新的方法 从小平台做个大平台 更加开心的是 为了越来越多的人创造了一个平台 那你现在你们在东方中选这么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台 因为没想全国 你看现在看我们直播的接近四万人 挥洒自己的青春 展示自己的才华 不断的展现自己成长的过程 但是我们不仅仅是输出 我们还要不断的输入 让自己叫做看得见的成长 对 让你的粉丝 东方中选的粉丝能看着你们 正在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成熟 也许一步就是十年 也许二十年 也许就一两年 但是不管怎样 只要你跟粉丝在一起 只要让粉丝感觉到 好感动 让粉丝感觉到这个平台 就是跟着成长的平台 这是我对平台的整体要求 对 对 其实余老师提的这一点 我感受特别深 就是从去年我九月份加入到东方争选 就是从重庆新东方来到东方争选 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从老师这个身份到一个代货主播的一个身份 然后而且 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包括之前我跟小孙聊 然后他就让我谈一谈感受什么的 我觉得也就是很有意思 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更多是聚焦在雅思英语 就是我把它做到了极致 我自己首先要考出一个非常好的分数 然后把我的学生 不管你是优秀的 我要让你更好 不优秀的 我要让你也好起来 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就很聚焦 但是我来到东方争选这个平台之后 我觉得就是因为平台非常的广 非常大 其影响了更多的人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我也一直就是跟团队的人说 我觉得特别特别幸运 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把我生活中 其实可能我的学生 可能没有看到的我的一些面 通过镜头展示给大家 比如说我也喝茶 特别爱喝茶 包括全段时间也做了茶道专场 我们在那个酒水 然后完了之后也特别爱旅行 然后也特别爱歌唱 然后特别 包括平时那个在每个生活 带着大家一起呼呼穿搭 这些可能是我做老师的时候 没有展现出来的 但也是我很热爱的 我会花时间去做的事情 但我觉得通过这么一个平台 就是跟大家链接上了 就跟灵魂契合的人链接上了 你喜欢喝茶 我也喜欢喝茶 一下子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非常好 我觉得很难得 特别幸运觉得 好太棒了 太棒了 那个 哎 秦鸿你那个 我们那么卖力气 播了三个小时 你用一个猪肘子就把我们打拨吧 哈哈哈哈 还有 对啊 这个我们上点别的诗的呀 对 我再来一个 中餐下午还要播一个下午呢 我的天 是吧 没事 对 对 一整个下午 一整个下午 对 会带着大家逛酒店 大家所以说期待一下 我呢 下午就要回北京了 晚上要跟董雨晖一起 跟风唐对台 对 嗯 余老师的体力 我真的 要跟风唐对台 你知道今天大家都叫你什么吗 东方飞鱼 对我看到了 这个总算把我老头这个感觉给弄了了 明天他们又会恢复老头的成果了 你放心 那个 把余老师滑雪的精彩 那个片段 咱们剪辑出来好不好 真的太精彩了 剪不出来 剪出来很难看 有一些朋友可能没看到 可能啊 就是后进来的朋友可能没看到 特别精彩 很难看 而且就是大家看着简单 其实因为餐餐自己体验过 其实包括我平时我还健身 但是我来这个滑雪 我都能感受到它难度很高 对你的体力 对你的 包括 身体的灵活性 身体灵活性平衡 要求特别高 大家看着滑下来 那一下特别简单 其实当你真的站在那个坡上 还是会有一些恐惧 然后你要去找那个桥尖 很容易摔倒的 所以说 余老师太厉害了 没有 真的 我就是遇了 我这个动作 没有 从专业人士角度看 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没有一个动作是正确的 但能滑就行 很丝滑 对 而且我特别喜欢余老师的挑战精神 我觉得刚刚 您教我说试一下 就是你可以来 快一点 对 可以快一点 然后可以感受 我觉得特别对 你要学会摔跤 我就进步更快了 你看今天 就是你要勇于摔下去 对 要不然的话 我摔了 我真摔了 最后没拍我的时候 我摔了 要摔 摔了一跤 然后说感觉特别好 终于摔了 怎么着都得摔个一两次 对不对 不然感觉白来了 对 然后 你下午播的时候 卖不卖力请的 就看他今天上什么菜了 上什么菜了 先来一个猪肘子 我再来一份 对 再来一个猪肘子 他以为一个猪肘子就能给我们打发了 对 心动放在哪那么容易 一个猪肘子就打发的 你真是 还有还有 你们吃饭啊 你们买到肯德基啊 为什么他们上面不给你们安排饭呢 你看下午不播了 就来了我们员工自己买肯德基吃啊 下午不播了停播 你跟我一起回北京吗 回北京了 然后讲讲今天滑雪的感受在 就是因为你在瑞士骑士是上过雪场的 但是你肯定没有练 对 完全没有 对 所以今天算是你开练了 对 你先告诉我什么时候能滑到跟我一样 至少 大概10年以后吧 对 我希望你明年 我们今年冬天到时候来滑雪的时候 你就必须能跟在我后面滑 太好了 好 那没问题 因为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余老师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 还有小镇 就是距离北京只有一个小时不到 我稍微把鞋解一下 我这鞋有点 一个小时不到左右的一个距离 所以我刚刚已经跟这个校长约好了 就我们滑雪学校校长约好了 我说那个以后我休息日两天就过来滑 你就要来滑 就练 请个教练 就隔两周练一次嘛 两周练一次先立一个flag 然后年底希望能够跟着余老师的节奏去划那个黑道 今天就是黑道最后没敢下去 教练把我拦住了 说那个参赛 那个太难了 很难了 那个一会找不到你 对于初学者来说太难太难了 但是感受特别好 而且我特别特别享受今天这个过程 因为如果没有跟余老师一起滑 我觉得我今天可能就在那个新手坡 我都不会上 不行不行 你就都上 我都不想 余老师说上 跟着我一起上去 然后完了之后上了第一个坡 又上第二个坡 然后最后滑了一个终极雪道 因为你有教练 我知道你没有问题 所以余老师说教练滑快一点 带着灿灿滑 你别一直去逗住它 后来我觉得你速度就起来了 然后就反而起来了 找到我第二趟想去追你的 结果追来没追上 所以我觉得你滑的速度快了 有可能就是过了 已经追过了 就是我在旁边在那个沟里面 后来是第二趟直接滑回去 又滑了一次 对 直接滑回来 滑回去了 对 没有 直接从中极道就滑到下面小镇了 对 还是滑了一会儿 然后第二次滑就更找到一点点感觉 就是左右踩 换中心的那种感觉 对 我们两位扛的 给我们摄影的师傅 也都招待他们吃个饭什么的吧 他那边吃上了 吃上了是吧 好 那两位师傅很辛苦跟着我 因为我滑雪撒不住车 他们就只能跟着我到处乱跑 相当快 是 属于比较野蛮型的滑 对 我觉得我应该是 到60公里以上的应该 那个速度 我都追不上 对 我也我都算是滑的比较不高 比较是 对 对 东方飞鱼的那个称号 今天憨死了 东方飞鱼 真的滑得非常好 没有看到的朋友们去看一下剪辑回放 然后给我们点点关注 之后我们官方应该会剪视频出来的 对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 下次给大家直播骑马 对 对 另外一个我已经有所耳闻 我已经有所耳闻 我起码大家看了也会很开心的 尽管我也要这剑板突出 这是最大的问题 这腰不行 大家还是要注意 对 对 因为滑雪 然后我们也蛮足够还好 滑霜版可能 西马端 嗯 嗯 对 赶快上别的菜 吃完了 我要走了 中餐要给你买东西了 哈哈哈 来个来个意大利面条 这什么的就是 就意大利面条是吧 好好好 做的饭菜还是不错的 对很好吃 别再吃点 你脆皮还要吗 我再来点 别给他们留着 他们留着多亏啊 多亏 要是 难得有一次免费吃饭的时光 你要知道 怎么开炫 我平时来到赵兰来买这么一株的 是要要要要要一百块钱以上的 啊 平时齐红是根本就不请我吃饭的 哈哈哈哈 我干活不给饭吃 他可小气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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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香 嗯 嗯 全国示范网友了 你快上菜 哈哈哈哈 快上菜 哈哈 你赶紧马上来了 月老师来了 一面 好 再吃点一面就差不多了 他基本上想把我们当叫花子一样 打发了就 哈哈哈哈 没办法 哈哈 不许得先干活后 先干活 对 吃完饭不干活跑了 对 吃完饭容易混 因为 哈哈哈 晚上你好好 要招待中菜啊 别让他卖了力气 来来来来 驴拉了墨是要吃好饭的 哈哈 今天中菜比咱俩都辛苦 没有 直接上午 被你 不辛苦 不辛苦 上午让他爬血时 让他休息 哈哈哈哈 到下午 人家才是正主 还没开始呢 今天 那个墨 其实早上只是把那个墨盘擦了一下 擦了一下 把那个灰给担了一下 就是 驴还没那个上上 那个还没上墨 哈哈哈 今天那个现在 现在先吃点东西 咱们就准备上墨 哈哈哈 你下午好好的 这个猪肘 猪肘座 可以一直吃下去 那么便宜 那就吃吧 你把它一个都吃了 一会端走 咱们那个拉 这样的话 你就有理由不干活了 哈哈哈 吃撑了对不起 吃撑了困了 对 有点实困 是 嗯 但我觉得今天跟余老师滑雪的感受特别好 就是我觉得又再次感受到了余老师传递给我们的一种精神 嗯 就不怕困难 然后面对挑战 我们迎难而上 嗯 然后用你的 就克服你的恐惧 嗯 克服你对一些不确定因素的一些这种畏惧 因为其实要循序渐进 对 就是说 所谓的冒险精神啊 不是把自己置于死地 而是循序渐进 是啊 让自己的冒险能力越来越强 嗯 而冒险能力是 呃 叫怎么说呢 鱼不怕大喊 嗯 是吧 那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在海里长大的 嗯 那有些环境我们本来是不熟悉的 对 有些行为我们不会不会做的 嗯 但你从小 做 他其实他就不是冒险 比如说古爱林滑雪 他滑到冠军很自然 从小就在练 是吧 嗯 因为他一两岁就开始在雪上 嗯 那我们这些人呢 呃 对某种冒险行为的 所谓的冒险的这个行为呢 尤其到了成年 嗯 他就应该情绪渐渐去做 比如说滑雪 对 一点一点点点 对 让你今天如果直接从黑道上把你推下去 你现在肯定120已经在医院了 已经送回北京了 哈哈哈 姜猪猪子也吃不到了 但是呢 你慢慢慢慢滑 估计也就 如果你每天滑的话 一个月以后你的水平就跟我的上不过去 那那肯定没这么快 他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情绪渐进 嗯 不但熟练的一个过程 哎我以后真的周末两天我就准备过来 我今天自己要准备拍个实单啊 至少就是 我会我会我会告诉东方小春周末全部给你排上这个直播的 哈哈哈 坚决不能拿你有时间玩 坚决不能 我也是这个不是在玩 我告诉你 你要来的话 如果你的休息日不是在周末的话到时候来最好 为什么人少 对 因为你新手特别容易有可能的被人撞 哇天余老师太贴心了 对 那平时就是一二三四五的时候 尤其一二三四的时候相对人比较多 你看今天礼拜四 对 人就已经比较多了 明天礼拜五就能更多了 周末人会比较多 他是这样的 一二人最少 完了到三开始卖卖上人 到四人就开始多了 到五人就更多了 到六人就拥挤了 嗯 基本上这样 哎那以后就安排一二休 哈哈哈 咱们一二休来的话 你整个悬场都是你 对 特别好玩啊 对 关键也有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摔到树林中去了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咱们有非常专业的教练 对 我今天今天就是带我的这个老师 是我们滑雪学校的校长 然后校长 他们整个学校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专业的教练 所以哪怕有跟灿灿一样 是初级刚入门 想要来学习感受滑雪的 我觉得来泰晤小镇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我真的是体会到了 因为以前我在瑞士 就没有教练 能吃能住能玩 能吃能住能玩 哪怕你滑累了 你下去玩别的 对不对 有KTV 然后有这个可以喝这个精酿啤酒 对不对 还有可以泡温泉 而且有露天温泉 下午餐餐都会带大家一一去参观 特别舒服 就是滑雪时候一定要吃好吃的 然后要放松 泡泡温泉 对 它说有个好处就是 它的雪道比较宽 我也感受到 从初级道到中间道到高级道 它的雪道都比较宽 对 所以不太容易 就是一个不太容易轮壮 第二个不太会滑的 它的腾楼空间会比较大 刘老师真太专业了 我自己就是作为一个初学者 我的感受就是 就是雪道如果又抖又窄 你是没有那个腾的那个空间的 你很容易就是直接冲下去 但这儿的雪道非常非常宽 然后今天教练教我的那个巧劲 就是你要去利用那个坡度的摩擦 所以你要尽量是横着这么去转 对一个U-turn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所以说就是要选择优秀的专业的雪道 有人说行不起教练 怎么教练就向我学习 我到今天也没请到 自己琢磨 余老师就没请过教练 请过 总共就是在泰伍 不是还不是教练 是陪练 是什么呢 他看到我认出我来了 说余老师我陪你滑一滑 完了 人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好为人师的这种特点 他一陪我滑 他就开始指正我的缺点 我来指正了三个小时我就特别烦 我说你走吧 哈哈哈哈 我就这样了 哈哈哈哈 这个教练在泰伍是这样 我们每天都有一些免费的公开课 免费公开课朋友们 集中发话了 有免费公开课 目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为了保证学长所有人的安全 不要学会刹车啊 是会拐弯 是 你就避免你成为 像我余老师说的鱼蕾 鱼蕾对对对 对别人都是一种 吃没错 这个还挺好吃的 来你来点 没错 好的好的 来点香蕾 你来吧 没事我就吃猪肘子 哈哈哈 那天能给我的 咱们是个肉食动物 哎呀我发现你真是 看来你是离开瑞士太久了 对真的 对 但我记得之前我在财尔玛特 或者是在那个 但还有一块肉皮你可以吃 好 或者是在那个Virbia滑的时候滑完之后 他们会吃那个芝士果果嘛 和比我也去过 对Virbia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滑雪 其实Virbia离我就比较紧 林洛桑比较 也是发育区 好 对然后那个 呃 滑完之后会特别饿 然后一定要就是 所以餐饮配套特别重要 就是你选择滑雪的目的地方 如果没有好吃的 而且没有就是做的这么香的猪肘子 而且山下还有那个铁锅炖 嗯 还有火锅 我们昨天吃的就是铁锅炖 第一次感受东北乱炖的那个味道特别好吃 然后有三种不同的碳水 玉米饼 花卷 然后还吃了一个这个煎饼三种饼 然后鱼和那个鸡 还有鸭炖在一起 哎呀 就是你滑完雪的时候 一定要吃点这种高热量的东西 就是人呢 吃饭是一种愉悦 对 但是呢吃饭呢 它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你饿了 对 那不然没有那种愉悦 饿了只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你拉长时间 对 是吧 不动也会饿 比如说早上吃了不吃午饭 到晚上饿了 对 那个时候吃饭就会很香 第二种呢就是运动 那像这种滑雪以后的运动吃饭尤其的香 对 为什么呢 你整个体能消耗需要补充体能 就是整个肌肉和骨骼都已经运动开了以后 那种有一种吸收感 对 对 和你坐在那就是自然吃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最重要的呢 要警告你的 你眼镜暴食暴食 我刚才看到你要把整个肘子都扔下去 哈哈哈哈 就是那个眼睛时不时的就是在往下放看 对 不然你的眼睛就离不开出来了 被看穿了 原老师发现了 就是那个跟大家拨着拨着 就是那个又在往下看 就是 以为在看提词戏呢 这没有提词戏 只有一个猪肘子 哈哈哈 但真的太香了 就是所有拍了我们酒店的朋友们 一定要来就是山上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猪肘子 而且刚刚我们那个也跟大家说了 不管你是拍799还是999的套餐里面 都是包含一张100元的这个带信券的 嗯 直接是可以来这个餐厅 还有另外20多家餐厅都可以用 直接可以去抵扣的 特别划算 对 有人在呼喊让你上牛排 上牛排 哈哈哈 吃不下了 哈哈哈 给你省点钱吧 哈哈哈 我本身也知道你小气 所以就省点钱 省点钱 嗯 不能一事都给 得留点悬念 我下周又来 哈哈哈 下次不来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么小气来干嘛 哈哈哈 我们这些学友啊 都很熟悉这个餐厅 嗯 所以他们都知道该有什么好吃的 对 你还没知道 这个餐厅朋友们其实看不到后面 是一整个爆满的状态 就是全是人后面 对 很多北京朋友专门为了吃这猪肘 嗯 对 特别香 等会这猪都吃不了 你打包打包打包 不要浪费 一块都不能浪费 对 一块都不能浪费 全部要吃完的 不会浪费的 放心 就都落到我手里了 咱们还能让它跑掉吗 哈哈哈 就是不用担心啊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吃货界有一定的 然后我还听说 我们有一个酒店 有特别好吃的包子 所以一会儿我要去感受一下 嗯 我们在就是今天的 因为我们是通队的这个全方们 799有三个酒店都可以选 9999有三个酒店可以选 嗯 其中有一家酒店包子特别香 一会儿餐餐带大家去感受好吗 特别香 我吃皮吃干净了 嗯 我把这块猪皮吃了 不要浪费 来 你们像我没吃完的一面 你们要吃吗 有人要吃吗 那里面 有没有人要吃 对 拿来 对 这个 赶快说好吃 他们这做的一道里面挺好吃的 嗯 嗯 还有 这个给你 来来来来 给你们 对 你们一定要尝尝这个猪肘 特别香 对 嗯 这个剩下的都是你的 哈哈 没问题 你们谁要吃的 咱们通通打包带走 嗯 而且我觉得它里面还挤了一点 柠檬汁就比较清爽 因为你吃这种猪肘子 你很容易吃的 觉得特别油 里面加了一点点柠檬汁 很好 嗯 因为好事就麻烦 对 这个首先要淹很长时间 再去烤 哎呀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就准备测了啊 好了好了 好了你就去卖货去了 咱们准备上墨 你来介绍吧 好 没问题 对 可以跟大家去说一下 朋友们 嗯 我们首先给大家去看一下 那个位置吧 因为 其实很多朋友们不知道 就是你们是不是很多 坐高铁来 是不是坐到崇利站去了 我跟大家说 一定要在哪个站下 要在这个 太子城的这个高铁站 或者是太子城的高速口 如果您自驾的话 然后完了之后来到我们这个太武小镇 只需要三分钟以内的时间 我昨天下了那个高铁站 我以为会很久 结果 哎我说怎么那个两分钟就到了 就在边庞 就在旁边 所以一定记清楚 所有拍了的 或者准备拍的旁边 可以把这个地图截一个图 记住太子城站 你买票 或者你开车 都记这个站 然后特别特别方便 我昨天是坐高铁过来的 也就一小时不到 完了之后 再三分钟的车程 就直接到太武小镇了 所以说周末 就是下班之后 直接就过来 就特别方便 如果你怕堵车的话 就坐高铁 方便一点 平常有五对这车 周末有九对 周末有九对 平常是五对 所以说基本上很多时间 都可以订得到的 特别方便 我就是之前 我怎么没有发现 这么宝藏的一个目的地 下次来下次来 对我现在真的是发现了 因为我一直在找 中范给你卖一天货 以后他来 你血票都给他免费了 给你争取个利益 今天赚大发了 朋友们 咱们今天酱猪肘也吃到了 以后血票也考定了 好的朋友们 我下一次休假是什么时候 看一下颁表 明天吗 今天不回了 今天酒店我们再住一晚 对对 明天早上 你就可以在热量滑雪了 明天你可以滑到中午再回 完了之后 最后他们发现 说中灿去哪儿了 最后在山上 没被发现卡在那儿了 自己一个人在玩 所以说我跟大家说 特别方便的一个目的地 所有在北京住的朋友们 都可以避免派 因为其实之前 我们在播 不管是三亚厂 还是厦门厂 就好多朋友问北京的玩的 说赶紧给我们推荐 北京的酒店 给我们推荐 北京的住宿 好玩的餐饮 我的天 今天你们真的来对了 就是在泰晤小镇 全部给你包揽了 而且你在北京住就不要再住一些比较boring 比较无聊的酒店了 对不对 就可以来到这个 真正这是一个resort 什么是resort 我穿鞋啊 你讲啊 就是一个ski resort 我还要滑到三角下去 就给你包揽在这个里面了 就是你直接一站是在这边来度一个周末 多好啊 你去住任何的一个酒店 是不是还是有点索然无味 因为你就住在酒店里面 大不了就吃点东西 拍拍照 在房间睡一觉 对不对 就是没有一些户外的东西 所以你来泰晤玩 你除了住酒店 最重要的是酒店附近 提供给您的配套设施 今天无论您是拍799 还是999的这个酒店 里面包含了就是滑雪的雪票 特别划算 雪票加下来就好几百两个人啊 全部包含 这是只有今天这个套餐里面才有的 另外的话 还有一百元的餐饮代金券 有20多个餐厅都可以去选择 从日料到寒餐 到东北铁锅盾 到我们刚吃的这个非常满足的这个大猪肘子 各式菜系 就是还包括重新火锅啊 都有 所以说就是你周末不用安排别的 咱们就在这个地方放下这个心来 然后轻松的愉悦的去这个享受一个周末 慢节奏的去玩就好了 对不对 就像齐总一直跟大家说的 泰晤小镇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概念是什么 那不是说我过来着急八方的滑雪 然后晚上我还高铁赶回去 而是你真的在这边住两天三天 放慢你的life pace 放慢你的生活节奏 我们传递的是一种幸福的健康的 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 对不对 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去参与到冰雪运动里面来 感受它真的独特的魅力啊 所以说而且现在就是特别近啊 我就真的发现宝藏地点 你说以前我在重庆根本没有这种地方 对吧 没有雪 现在在北京一个小时以内的这个距离就可以到了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们自己去拍好不好 对对对对 谢谢 对 把镜都切过来 我要跟大家告别了 余老师要跟大家 对 对 我穿好雪鞋了 已经穿好雪鞋了 对 我不接着滑雪 我是滑到三角下去回北京 因为今天晚上在东方正确的主平台 还有我跟雨晖和冯藤的这个直播对谈 对 完了我把中餐留在这儿继续拉木 对 然后下午的话 餐餐会带大家去把整个泰伍小镇都转一点 非常细致的 然后把大家买的这个酒店都带大家去看一看 给我拿过来 好不好 所以说期待看酒店的朋友们关注帮我们点一点 好不好 然后一会儿就不只是酒店 还有整个雪场的设施啊 环境啊 特别特别漂亮 我真的不想走了 怎么办 能不能起家 咱们就是我觉得在这儿玩真的是可以呆个好几天 呆个好几天 是的 余老师要准备回北京了 因为晚上在东方甄选账号 还有我们的这个嘉宾对坛 大家也给关注一下 没办法 对 哎呀我也是驴啊 我是最大的驴 对拉到最重的 对谁都忙 余老师 但回去还要方便的 对 那是不是我跟大家告别了我的平台就关掉了是吧 好 那我再做 关注一下看机械 对对对 好各位朋友来来来来 再照着我的吧 好 大家好 这个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从9点半到现在12点半整整差不多是 三个小时 9点半10点半11点半12点半数学不好不好意思 这个三个小时的直播 平均在线近4万人一直跟着我在滑雪 跟着我看泰晤小镇的美丽的这个雪场和周围的崇山峻里体会历史文化和休闲预乐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么也非常高兴今天中菜在我的鼓务下 特别以最初级的水平走上了中级道 是吧 新突破 真的新突破 我都没想到 对 下次我一定会把它带到高级道 让它在上面扩天海洋下不来 哈哈哈哈 你怎么大夸擦 再次说一下滑雪是一场非常好的运动 尽管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只要循序渐进 对 我们就能体会到中间的很多的乐趣 那么今天我个人平台的直播滑雪 我就到此了 请大家关注继续关注 东方征选只看世界 中菜下午还会继续直播 未来我们会在东方征选看世界 带大家走中国游世界 吃喝玩乐 一起共同体会 因为人生中间应该有的那种轻松 愉悦 幸福 和成长 那么感谢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晚上 八点钟 在东方征选主平台和 红唐老师继续一起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宇老师 谢谢 谢谢习总 谢谢宇老师 辛苦 你继续拉幕 我们回北京见宇老师 拜拜 拜拜 拜拜